饭馆的茶我喝了几杯后问老板 你这薄荷味的茶挺创新 我也想买点 老板端起杯子 闻了闻一脸尴尬说 是洗洁精的味 门口卖水果的老伯 刚才气呼呼地跑到老板办公室说 你咋还不发工资 老板一愣 我发不发工资和你有什么关系 老伯愤愤不平地说 你不发工资 都没有人买我的水果了 导致我的水果都烂在家里了 你说有没有关系 老公陪我逛商场 走过化妆品 你肌肤这么好 不需要这些 走过衣装区 你长这么美 穿啥的都好看 不需要 走到图书区 老公拿起一本食谱 这个你最需要 老婆冷冷地说 我破解了你的云相册 你前女友屁股挺翘啊 你喜爱这样的 老公没吭声 一阵沉寂过后老婆说 以前的事算了 我只是接纳不了你存着他的相片 老公忙拿出手机 正要删除 老婆一把抢过手机 你他妈的 还真有存了 婚礼上 四一问新郎新娘 家里谁说的算 说了算的向前卖一步 然后就看新娘子 笑眯眯的一动没动 新郎往后退了一大步 笑眯眯的一动 笑眯的一动 詞曲 曲 李宗盛